陕西省神木县发现了一个古墓 让人们重新对山海经有了认识 因为在墓中出土了一个山海经中的神兽雕刻品 在1957年 神木县的一个村落里发现了古墓 本来大家以为是汉朝的古墓 可是在挖掘之后才发现 这是2000多年的匈牧留下的古墓 并且墓穴中有很多陪葬品 都是中原王朝墓中不常见的真品 其中有一个神兽在其他的古迹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 这个文物后来被命名为汉精怪兽 看过山海经的肯定会觉得他非常的眼熟 和里面的古雕非常相似 看上去像是一匹马 但是却长得鹰的嘴 尾巴是翘着的 头上还有脚 国内的考古专家认为 这个神兽就是山海经中的古雕 却引起国外学者的争议 他们认为古匈奴和古华夏没有任何的关系 更说不上匈奴墓中的神兽 是山海经中的古雕 神木县位于晋陕莽三省交界之处 这里极可能是汉民与北匈奴冲突的交界地 在这处425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卯城遗址被发现时 很可惜的是 棺木 人骨都已经腐朽殆尽 所以我们对金怪兽的主人所知有限 不过 金怪兽的同事们倒是还健在 和金怪兽一起出土的文物大多是装饰品 有三只银骨 其中两只是一对 一对金骨 三只公银骨 两只母银骨 两只铜刺猬 一个有盘卧阳浮雕的扣饰 还有许多有花纹的饰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以黄金装饰的银制剑柄 简言之 主要就是 笔金 银 同三种贵金属打造的动物饰品 不可思议的是 有一个类似《山海经》中记载的银钊的石像 人面码身 有虎纹 生鸟翼 声音如流 逊于四海 在战国时期 人们将它叫做 麒麟 天鹿 或辟邪 在文献材料及考古实物中 它的定名和形象都比较混乱 可见 银钊并不是中原本地的产物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石雕像处 还有一具海骨 经DNA检测 并不是虎豹或是埋类的骨骼 那么 有没有可能就是银钊的海骨呢 难道说 历史上这种神兽真的出现过